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足球了 非常长的时间 很多年很多年 因为这个足球 中国足球对我来说的话 没有太多的吸引力了 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足球圈的旁边 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的话 每当放学回家 放下书包 就本国家体委的足球场 那个时候足球场都是开放的 没有任何的门禁 什么都没有 你可以直接到国家队练习的场地旁边 看到那个时候的苏永顺教练 国家队的苏永顺教练 带着谷广明 荣志航 黄向东等等一批球员 在那每天都在练习 中午休息完了以后 他们就会进行下午的练习和比赛 我几乎天天都在看 天天都在看 尽在咫尺 甚至有的时候面对面的在看 经常他们还有射门把球踢出来 我再把那球捡起来再踢回去 把球给他们传回去 那个年代想一想很有趣 但是他们已经远去了 都已经远去了 现代的中国足球留给人们的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激情 再也没有过去的那种热情 随着对中国足球的这个热情消失很长时间之后 最近的话呢 U20的这个亚洲杯 这个举行 中国队2比0击败了这个沙塔拉伯 可能又让不少人的对中国足球的这个激情再度燃烧了起来 我倒不是说我的激情再度燃烧 我相信很多人对中国足球的这个关注度又再度会被唤醒 那么趁着这样的一个热乎劲 我来谈谈中国足球 非常偶然的来谈一谈这个中国足球 我觉得有一点是需要谈一下的 而且我有一种不突不怪的感觉 很多年很多年以前 我就看着中国恒大地球在亚洲取得了还不错的这样的成绩 但是我知道那个时候恒大 中国恒大 以及在各路外援的支持下所踢的恒大足球 并不代表真正的中国足球 中国足球的出路只能是速度足球 只能踢速度 只能靠速度 只能靠速度去冲击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踢球 中国的足球曾经走过很长很长的弯路 有的时候学欧洲 学德国 整体 整体的打法 全攻全守之类的 有的时候学南美 强调个人技术 要培养个人技术的球员等等 这个实在培养不出来 那就引进 那就引进 转化 但是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之后 中国足球不但没有走出去 而且越来越差 越来越差 为什么呢 关键就是速度 这个足球的发展不会凭空而来的 它有足球的基础 有足球的这个文化 有这方面的长时间的这种基点 所以足球的风格不会是凭空的塑造的 中国的这个足球长期以来就是一种速度足球 我们曾经看的并不是非常好看的 以速度为基础的这个中国足球啊 曾经2比0击败过日本队 在相当长的时间 以这种速度足球为擅长的中国队啊 始终维持在亚洲四五名 第四名第五名这样的位置上 那个时候可能也就是中国足球最会王的时候 那不管用后来 后来用什么样的方式 技术还是整体 走来走去 实际上离这个亚洲第四第五的这个位置啊 越来越远 而不是越来越近 我们没有向上走 而是向后走 所以我觉得看不起这个速度足球啊 靠速度啊 冲击的这种踢球方式啊 这个是一种错误啊 是一个非常大的这种错误啊 实际上现在的啊 这个足球啊 越来越向速度的这个方向靠拢 然后可以看到啊 这个墓碑巴呀 还有其他的啊 一些这个速度减长的这些球员的表现 这个非常明显啊 梅西的足球当然提的是非常漂亮 但是世界上有几个梅西呢 连阿根廷都培养不出来下一个梅西 何况中国呢 所以我们要知道啊 自己的风格还是最重要的 而不是看着漂亮啊 就凭空去 凭想象力啊 去希望中国的拥有几个梅西啊 从而让中国足球走向世界 我觉得这个不现实啊 这个不现实啊 不要在这在弯路上越走越远了啊 中国足球就是一种速度足球啊 靠速度啊 去冲击啊 最后取得胜利啊 其实我看越南队反而继承了过去的啊 靠速度坚长的这种啊 踢球方式啊 形成了自己的这个风格啊 所以印度啊 越南的这个足球的这个 这个啊 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啊 中国足球如果能够早日回到正轨啊 早日回到自己足球文化啊 足球的社会基础 所有真正啊 真正拥有的这个特点上面啊 回到这样的特点上面啊 我觉得中国足球还是可以啊 相对较快的啊 走出低谷啊 走出低谷 最后回到这种正途上啊 我觉得速度足球才是 呃 中国啊足球未来的这种希望啊 这个我也看到了这种啊 这种啊 这种这种情况正在向这个方向去转变啊 所以我对中国足球现在反而乐观啊 那么只要啊 回归正途啊 这个这个从这个被恒大足球带偏了的啊 这些路子上啊 重新回到啊 原来中国足球所擅长的啊 这种风格上啊 那中国足球就会有希望 韩国足球就会有希望 久以北京